在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 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 我们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分享 留言按赞 还有请记得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好 今天报纸除了财经报两个报纸之外 其他主要报纸的头版全部都是在香港 那么还有就是川普 昨天对习近平的一个喊话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这美中的贸易战陷入胶着 包括美国的全球股汇市不断的震荡之下 川普他公开的表明说 大陆想跟美方达成贸易协议 就应该人道的处理香港问题 所以川普的又出招 他把美陆的贸易战跟香港问题给挂钩了 川普昨天建议说 我们跟习近平干脆碰个面 来讨论一下香港的问题 甚至他也建议习近平说 亲自见香港的示威者 或许可以带来一些比较开心的结局 好 对川普他的一连串的推文跟着喊话呢 大陆外交部则是回应说 川普曾经说路方必须要自己解决香港问题 希望美国方面能够说到做到 大陆不需要美国在香港问题上面提供建议 昨天也看到了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的重申说 香港事务是属于大陆内政 美方没有资格对香港说三道四 好 今天都是要注意到香港的一个情形 因为接下来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都会有大型的示威活动 香港警方是严阵以待北京也是密切的注意 而像是美国 日本 越南等国家 也都发出了对香港的旅游警示 整个情势相当的紧绷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的几场大型活动 包括在今天会有香港的大专学界 他们所今天晚上发起的 等于说是争取国际支持 他们说我要这个有点是玉石俱焚的意思 这样的一个活动 另外今天白天还要注意是有香港的网民所发起的金融抗争 就是号召民众今天一起把港币从银行账户当中领出来 要瘫痪香港的金融 好 在香港今天会不会出现大几对呢 其实国际上香港的这个金融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所以像是我们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昨天已经说了 我们的国营在香港以服务台商的弃经业服务为主 那么并没有太大层面的影响 不过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最坏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金融机构可能就会撤出资金了 台湾在香港所设的分行都是以契金为主 网友所发起今天的几对活动 但影响不大 但是目前在香港设有子行 有这个消费金融业务的 像香港的富邦银行 上海商银等 都可能受到今天的几对运动的一个波及 好那么除了今天的几对运动之外 这个礼拜天呢 明镇他们要发起他们的第六次 反送中大游行 这次希望能够号召300万人上街头 而中共方面呢 现在看到了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动作 像是由这大陆武警的 进行这个操演的一些画面流出来 体育馆深圳这边有数十辆的卡车跟装甲车 旺报今天的头版头条香港乱崖太惨 局势进入了关键期 杨洁篪突然到美国去了 那么是不是针对香港的变局 那么也在做一些其他的应变呢 是不是为后续的行动打预防针 现在说呢 香港方面出动武警的几率 应该比解放军要来得高 联邦今天在那夜桌呢 昨天有看到一个新的说法说 就全国人大可以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如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话 根据驻军法的相关规定 那么驻港部队就可以根据 这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来履行职责了 这是不是在军队方面也可以有些动作呢 包括武警部队的一个做法 另外昨天南华早报出现了一个报道说 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的旅客 被海关要求解锁手机 以便检视说在这手机里面 有没有反送中示威活动相关的照片跟影片 还有所谓的当事人的一个现身说法 今天在联合报当中呢 也会看得到 好那么再为您综合整理的就是香港的局势 今天也会是一个重要的新闻焦点 好另外看到了在选举快要到了 那林嘉隆昨天在交通方面呢 他提出了宜兰这边的直铁升级高铁的这个可行性 他说评估高铁要南沿到屏东往北 则是要延伸到宜兰 如果高铁从现在最北端的南港 再往上沿到宜兰的话呢 车行大概就15分钟 林嘉隆说希望能够打造全台的一日生活圈 国家联合报就说这是交通的助选大队吗 到底是利多还是乾坑 会不会这议题就吵到明年的大选 这恐怕也是后续要观察的 好在政治方面焦点 联合报今天的内夜提到了 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 在明天就要正式的成军了 张善政跟韩国瑜交情蛮不错的 张善政要担任总招 总共会有二十几个分组 每个分组付召集人网络 年轻精英要强打庶民经济 由这个极致台湾平台来广纳民意 好我们再为大家插播一下高雄地区的雨时 所以这个停班停客 现在有增加了一个地区了 除了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 包括了六规 还有这个纳马夏及桃园之外 现在又增加了茂林区 高雄的茂林区 我们刚刚编辑台说茂林区也宣布 今天是停班停客的 在高雄现在有四个区 都是停班停客的了 好在韩国瑜这边呢 他提到说 觉得最近的这种 不管是说政治现金啦 或打麻将啦 还有说他不批公文 韩国瑜很感慨说 自己就像是每天是被打地鼠一样的 一直在被黑 他说反正那些名嘴 他们讲也不用负责任 也可以名利双收 至于政治现金的部分 韩国瑜他其实昨天是 非常严肃的来回应这个事情 有关于这四千万元的政治现金的部分 我再说一次 如果有拿钱的话 我就退出政坛挺听清楚 那么说你们到底要黑我 黑到什么样一个地步 另外韩国瑜他也怀疑说 他在这个巴黎岛度假 跟家人打麻将的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画面 清晰度等等 这根本就是专业人士拍的 所以他觉得自己 是被人家跟踪了吗 是不是这些国安单位 对他的一些跟肩 他觉得好可怕 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的回应 是说我们国家机器很忙 没有人时间去搞你 杨秋心跟韩国瑜的 算是这样的一个恩恩怨怨 昨天杨秋心 因为他最近的对韩国 那些不友善的言论 所以现在决定说 要开除他的党籍 那杨秋心就昨天说 我不等你开除 我自己退出国民党 他并且说国民党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言堂了 他说自己当初支持韩国瑜 他要跟高雄市民道歉 因为他觉得韩国瑜 现在非常混 那么昨天大家也问他说 那你说什么小三 省省 这些都是现在进行事 他说小三 这是他听韩国瑜的亲信说的 另外所谓的酗酒问题 他说之前有好几次去遛规 那么韩国瑜都是被扛着回来的 他也觉得说 这个韩国瑜的喝酒是一个问题 另外其实杨秋心 他说话 也有提到说 这是不是未爆弹 他说杨秋心 就说现在的已爆弹 其实就是潘恒旭 也指到这潘恒旭 跟韩国瑜之间 有些在这个公司 两千万元的这个金额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洗钱防治法的问题 杨秋心又说错话了 他昨天呢 其实就说 这陈学生跟韩国瑜的直播的时候 还在夜店里面直播喝酒 那么其实陈学生 昨天也立刻来做一个打脸了 他就说 拜托 这个场合根本就在立法院的研究室里面 而且我们不是喝酒 我们是喝茶 这是一年多前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等于是直接打脸了 杨秋心 这郭柯王呢 他们昨天幕僚的会前会 其实这个礼拜天 这三人有没有机会碰面 现在似乎还是有一点点变数的 因为现在说顺其自然 像柯文哲 礼拜天是在桃园 王金平有台中行程 郭台铭其实也有其他的客人要见 所以现在大家行程都还要瞧 这个礼拜天呢 这三人会不会碰面 现在还瞧不定 今天在中国时报非常担心说 蓝营的内乱 绿营得利 他引用的是最新的民调数据 除了被小鹰超越之外呢 现在韩国瑜是已经输给蔡英文 大概有六个百分点之多了 蓝营的内部呢 现在还在乱 但是绿营已经渔翁得利了 中国时报提醒说 蓝营自己应该要有所警惕了 联邦今天头版二题提醒说 在升格热的防治方面的南北战场 要特别留意 今年因为高温 多雨是和病霉文的滋生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是感冒 所以呢 就拉长了通报的时间 往往十月份呢 才能脱离流行情 今年八月中 疫情就非常的严峻了 所以现在 灯格热方面呢 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昨天在影剧方面的焦点 梁静如 九年的婚姻爆出婚变 其实说两年前 就已经亮出婚姻的红灯了 他的好友范伟奇早就知情 昨天呢 他这个夫婿呢 接到了求证的电话呢 就说 这个说法是荒唐的 赶快急急挂电话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婚变的情况呢 大家也还搞不定 好 在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当中 说教育部的一个明日之星的 这个已婚的科长呢 对一个这个国立大学的女性助理 有些这个性方面的 赖上对话的邀约 就这女生就把他检举到教育部去了 教育部这边就把他做一些 寄过跟调离非主管职 这也是第一次有教育部的官员 被一性骚扰防治法给惩处 自由时报 经济日报间头版有一个桃源地区的偷懒法官 这个女法官被免职 因为她五年无故 迟延了45个案子 这也是史上第一位 因为延迟而被免职的法官 好 很多小孩喜欢玩电玩 不过有一份研究说 如果在10岁的时候 经常玩电玩的女孩 她的社交能力到12岁的时候呢 就比一般的女孩来得低了 不过这个事情在男生的身上呢 倒是影响比较不大 经济日报间头版有专法上路第一天 有个人地件申请的资金 回汇的这个大户跑第一 一般的这个台商 他们是蛮在意这个法案的 这今天的十分钟早报 下周见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